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亚比圣行主教座堂 在这个主日庆祝耶稣圣行节 因为耶稣圣行节是我们 亚比圣行堂堂区的主宝葬礼 所以我们要求了主教 主教也批准了 让我们在今天庆祝这个耶稣圣行节 耶稣圣行向我们显示天主的大爱 当我在准备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想起几十年前 看过的一部电影 无厘头的电影 周星辞的电影 大话稀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看了几回看不懂他讲什么 但是有一幕戏 还是印在我的脑海里面 就是那个周星辞 回到不知道哪个年代的时候 他演的那个至尊宝 就是后来的孙悟空 在那电影里面 他被人杀死 但是他被杀死之前 他要求杀死他的那个人 跟他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在杀死我那一瞬间 用你的剑 很快很准的 在我的心脏那边开一个洞 说我想看看 在我的心脏里面 有什么值得我 去关心的 在那一刹那 他说 他看到了 在心脏里面 有一个女人 滴了一颗眼泪在里面 这个女人很爱她 但是她 每次都逃避 不要承认这个爱 神父 你跟我们讲这个电影情节 跟今天耶稣圣经节有什么关系 兄弟兄弟姐妹 耶稣被钉死在石架上的时候 他的肋旁被刺透了 刺透的肋旁向我们张开 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心 耶稣的圣心 在里面 这个耶稣圣心 也让我们认识到一点 好像这个周星石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 在耶稣的圣心里面 充满着对我们的爱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是 也要逃避 这个天主的爱 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不要承认 这个天主的爱 不要接受 这个天主的爱 爱是什么 耶稣圣心 像我们启示的就是这个 天主对我们世人的大爱 所以就是今天的赌经二 圣若王耶稣所说的 耶稣这样爱了我们每一个人 他宁愿派遣他唯一的圣子 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死在石架上 无条件的 为我们死在石架上 原因只是一个 就是他爱我们 无条件的爱我们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天主的爱 我们 我们要逃避 这个天主的爱 今天的读经义 跟今天的福音 告诉我们 天主的爱有多大 今天读经义 生命记 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的历史 旧文的历史 这旧文的历史是什么 当以色列还是努力的时候 还在埃及的时候 天主听到了 天主看见他们的苦难 听到了他们的哀悼 来拯救他们 然后读经义 生命记说什么 天主特别卷选了 以色列子民 并不是因为他 这个子民 特别的优秀 这个子民特别的出众 什么都没有 他们只是一般 努力而已 A group of slaves 但是天主 怜悯他们 天主 听到他们的祈祷 天主派遣眉色 将他们拯救出来 让我们看看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曾经也好像 这个以色列子民一样 不认识天主 没有天主的爱 我们生活在 我们自己的埃及里面 我们过去的生活 或者现在还有很多人 还在生活在这个埃及地里面 就是我们被很多东西 世界上的种种的诱惑 种种的荣华互归 民力 民意 地位等等 让我们成为这些东西的努力 但天主爱我们 天主看到我们 因为这一些而受苦 没有喜乐 没有爱 不能爱 所以天主要将我们拯救出来 借着耶稣死在石家上 来拯救我们出来 离开我们的埃及地 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出众 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聪明 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认识天主 我们完全都不是 但是天主来爱我们 无条件地来爱我们 而且读经义也提醒我们 这个天主呢 拯救了子民以后 这个子民 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四十年在这个沙漠 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 他们也常常叛逆 反抗天主 没有失误的时候 他们就 抗议天主 为什么你把我们领出来 让我们饿死在这个沙漠当中 我们应该要回去埃及那边 虽然要受苦 要做人家的努力 但是至少晚上的时候 还有大锅的肉可以吃 这个不是我们吗 我们也是常常这样子 我们就是这个以色列子民 不顺利的时候 给生活不顺利的时候 不如我们意的时候 我们跟天主说 为什么你要让我成为基督徒 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要受苦 不如我倒回我原本的生活 不是基督徒的生活 还是外邦人的生活 我可以如我所意的做什么 好像在那个没有水的时候 他们不是买咽天主吗 买咽没事吗 在我们这个旷野中 沙漠中 渴死吗 他们在那个地方 试探了天主 他们在询问 他们在怀疑 天主到底在不在 我们不是也同样的一个经验吗 我们常常在我们不如意的时候 病痛啊 生意不好啊 等等的事情 我们说天主你在哪里 如果你有在的话 为什么 我 你叫我成为基督徒 还要受苦 还有这个不如意的 这个不顺利的 很多时候他们也 那个以色列子民 去炒拜那个金牛 以为这个金牛就是天主 可以给他们 保障 给他们 给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 一样的心态 所以我们寻找世界 希望世界金钱各种的 可以给我们这个保障 可以给我们这个将来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疫情也告诉我们一件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 除了寻求这些以外 其实真正的保障 是来自天主 来自我们 天主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家庭啊 我们家人 这个时候是最宝贵的 然后你看看福音 也是告诉我们这个 天主的大爱 耶稣说什么 他说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感谢你 因为你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 启示给那些 智慧聪明的人 反而呢 你启示给这些小孩子 这些小孩子是谁 这些小孩子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没有高深的教育 他们没有很好的工作 没有什么社会上 没有什么地位 但是他们相信耶稣 他们听了耶稣的圣言 跟随耶稣 所以耶稣口中所说的小孩子 就是相信跟随他的门徒 今天这个门徒 这个小孩子是 你和我 我们每一个人 领洗 相信他的人 天主要告诉我们 他的爱 耶稣要告诉我们 天主的爱 然后 他说 没有人可以认识天父 只有他的唯一圣子 也没有人能够认识唯一圣子 除非是天父 要他认识 还有启示给那些他认识的人 认识他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爱 然后天主让我们认识他 有时候我们 给那个婚姻的 counseling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为什么 有人说 你看什么是 爱的象征 每个人 Korea K-pop 这样子 这个是爱 这个是小孩子的爱 Romantic的爱 这个Romantic的爱 结婚以后 三年 五年以后 消失了 这为什么很多人 结婚很容易 离开也很容易 分离也很容易 真正的爱是什么 真正爱就是耶稣的爱 今天耶稣圣圣圣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爱 就是好像Mother Teresa说的 Love until it hurts 爱知道被伤害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 会有这样的体会 父母对孩子 怎么样给他付出 然后孩子就叛逆 不要听话 离家处走 很痛啊这个心 很痛 这个就是天主对我们的爱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可以体会到 天主多么爱我们 为什么 你看当耶稣 在中五世纪 他显现给一个圣女 关于这个耶稣圣行 敬礼的时候 耶稣圣行是怎么样 一颗人的心 上面有个十字架 十字架下面有一团火 这个火就是耶稣 熊熊的爱火 然后呢 这个心 有一个赤冠 这个赤冠 弄到耶稣的圣行 在流血 滴血 耶稣 显现给那个圣女的时候 Margaret Mary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打开他的心 让他看到 他的心 因为我们的罪而受伤 但是他没有说 他要condemn所有的罪人 没有 他没有说 这个我要惩罚 他们没有 他说 你现在把这个敬礼推广 让人家认识到 我的爱 虽然很多人犯罪 但是耶稣没有放弃 耶稣永远的忠实的 爱着我们 这就为什么耶稣说 你们劳苦负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因为耶稣的爱 不会疲劳 耶稣对我们的爱 是永恒 是忠实的 我们可能会疲贱 对天主的 爱天主的方面 但天主不会疲贱地 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让我们 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庆祝 在本堂的主宝的时候 耶稣圣心 让我们祈求 天主给我们 好像 祂圣子耶稣 借着祂圣心 显示给我们的大爱一样 能够让这个天主的爱 充满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 能够去 分享 付出这个爱 分享跟付出这个爱 所以兄弟姐妹 让我们祈求天主 帮助我们 来去认识 认识这个天主 认识天主的爱 体会祂的爱